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1月31号 当时出现了月全石 就跟大家分享说 发觉月全石呢 1月31号出现月全石 在19年前 1999年 也是1月31号 出现月全石 后来有朋友呢 就查出来说 涛哥1999年的 黄历 跟2018年的黄历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出现一个大的天象背景 它都会出现在一个 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因果报应就会展现 因果报应就会展现 结果昨天 其实我意识到 今年的7月份很特别 非常特别 在今年的7月份 今年的7月6号 是星期五 那川普开启了对中共的贸易战 你可以叫贸易冷战 那有人说这是近百年来最大的一次贸易战 今天是7月20号 19年前 江泽民开启对法轮功的迫害 就是今天 7月20号 星期五 而法轮功的影响力 和法轮功本身 在19年被迫害的过程中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功 但对法轮功的认识 正与负那取决于个人的环境 和他自身的生命的缘由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 而就在上个星期日 黄杰夫承认活摘器官的存在 而活摘器官针对的是法轮功 他真正起的 他最大的基础是在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身体上 出现了 而他去窃取 强夺杀虐 从人的活人的身体上 杀掉他 杀掉他 所以里面 那些法轮功学员 以自己肉身遭到的这种 这如果按照 大卫玛塔斯讲说 这宇宙中 这天际中 这星球上从来没有国的邪恶 来对等这件事情的发生 而法轮功学员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那是真正的信仰者 那也是今天唯一的信仰者 他信仰的概念就是讲 他对生命的认识 自己的肉身 跟自己的灵魂的本身 他的生命的认识 能够给予每一个人 有一种非常清澈和非常明确的 一种生命尊严 恰恰是中共的出现 在人的肉身同在的层面上 对人的尊严 是与最残酷的迫害 却竟然要人家的 五脏六腑 来延续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来获取金钱 而那个人却花钱买一个活人的心脏 活人的肝脏 但他因为自己活 而对这种事情 他不会问的 但他心里又知道 我一定要一个活的 这是今天受体者 就像黄杰夫自己讲 我只做受体 我不做共体 他从来 他已经没有能力想过 受体的本身就是罪恶 一个人要死去 我花了五十万 买了一个肝 买了一个肾 把那个人杀了我活了 为了我的活 而不去思考那一面 那能是单单是这个制度 单单是中共 而单单是什么警察的罪恶 和医生的罪恶吗 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本身就是罪恶 而这一切集中在一个摊子上 一个摊子落在了自己肉身上 杀掉了那个人 对不对 但那个人却是不死的 肉身没了 他的灵魂解脱了 如果肉身没了 灵魂解脱不了 那哪里有两千年前的耶稣的复活 哪里有宋英杰的儿子的出现 没错吧 而再过七天 下一个星期五 将出现本世纪最长的时间的 这个 月全时 所以会发生什么呢 在七月初 六月底图 我跟大家讲 我眼睛里看到的 瞠目结舌 根本没发生的 但接下来的七月份 我个人也是到这两天后才意识到 哎呦妈 这家伙不一样 黄历跟1999年一样 出现的月全时 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而在新生的事物中 却包括贸易战 川普对中共打击的贸易战 也出现在今天 也出现在七月份 会发生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在我个人的角度里认为 这是真正 人类社会中 灵魂 人的灵魂 原神 在觉醒的过程 谁能觉醒 取决于每一个个体 取决于每一个人 你选择善 还是选择恶 明慧网友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东部的法轮功学员 昨天应该是 在华盛顿DC集会 来直接抗争 中共本身 19年前 所发动的迫害 以江泽民为首的 以共产党名义的 7月20号 是对宗教自由来说 黑暗的日子 19年前 中共发动了 对法轮功学员的 前所未有的攻击 不是因为 法轮功学员给中国 或其他中国人 带来的威胁 而是因为他们的理念 真善忍 对中共代表的 假恶斗的教条 形成鲜明的对比 真善忍 是生命的 生命的 怎么说呢 是生命的规范 那而善的生命 任何一个正常的 善的生命 他都应该遵循 这样的概念 乃至在人的环境中 而中共正好是反的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的无神论和进化论 是彻底摧毁 每一个具体人 对自己的生命的尊重 从而变成了一个 以贪为百分之百 存在的一块肉 那法轮功学员本身 他展述的概念 正好是跟他对立的 所以这是一个 善与恶的生命之间的展现 表现出19年 美国宗教与民主研究院的 项目的主任 费斯 这一年度活动 如此有力的提醒我们 中共当局所犯下的 可怕的侵犯 人权的行为 提醒我们联合一致 为那些在受到迫害的人们 做出不懈的努力 宗教自由大联盟的主席威廉 在中国有信仰的人 正在面临着迫害 这其中最受迫害的是 法轮功学员 公民人权委员会 是一个专门专注 对精神进行迫害的 这么一个公益组织 那他的主任林达 是个博士 在中国的精神病院里面 以纳粹心理医生 同样的恐怖手段 折磨和杀虐 都用在了法轮功学员身上 以精神病为由 在无审判的情况下 长期监禁 强迫注入精神病药物 通过大量的针灸的点击 剥夺睡眠 王全璋律师 那在日前有了消息 但他的太太李文足 明确讲 他可能被长期 强行灌药 非常担心他 内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超过150家医院 以精神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 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的 那呼吁国际刑事法院 介入反人类的精神迫害 这是他直接提到的 华盛顿建筑教的 慈善事业的资深律师大卫 他在发言中 对比了美国器官移植 和在中国的情况 美国肝脏移植等候名单 有一万四千人 每年大概有七千肝脏移植手术 在韩国类似 还是韩国人到中国去购买器官 他引用了韩国电视台播放 去年11月份 一个纪录片 记者假扮 为亲人寻找器官的韩国人 那一个护士告诉他 只需要等几天或一两周 如果付钱很多的话 那得到匹配的器官速度就更快 而在中国 人们是不愿意捐献器官 这是共所周知的 黄杰夫自己也承认 所以这是今天 我跟大家讲过 作为今天 作为现实的环境中 那这是人间最大的罪恶 那必然是压垮中共 乃至他的整个权力系统的 最后一颗稻草 活摘器官被揭示 在中国可能涉及到上千万人的罪恶 一个护士敢这么说 难道他基本的医学道理 不知道那样的事情是罪恶吗 但他去干了 所以这是中国社会 在我个人眼睛里 这些人在他的生命理念中 他不是人了 如果天地间出现净化 如果这苍天还有个天理的话 那不是人的人 应该从地球上被淘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